大家好,歡迎收看看中國內幕 今年9月份的大規模停電可是讓中共很繁心 硬看飽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很不容易離了訂單 正趕得起勁時,突然就被強行限電了 而且突然停電還給工人帶來了生命危險 遼寧龐輝駐業有限公司現場正在施工 結果被遼寧省遼陽縣拉停用電 造成兩台高爐電股突然停機 導致高爐煤氣發生洩漏,現場23人都煤氣中毒 而政府的突然拉閘限電也讓老百姓怨聲再度 有人突然被困在電梯裏造成恐慌 有家晚上休息時燒煤,因為排風扇突然沒有電 讓一家三口都一樣化碳中毒進了醫院 還有遼寧網友說,這個停電為何連紅綠燈都吸停了? 道路交通都淡緩了,中共這邊也是手忙腳亂 北京國營資產監管機構和經濟計劃部門的官員都召開緊急會議 中共一邊要求煤炭、電力和石油等大型國營能源公司 全力確保甘東的能源供應 一邊要求核電廠全速運轉,並且要加大發展核電站的力度 來供應不斷增加的電力需求 因此,國企中核集團和中廣核集團的48部正在營運的核電機組 除了個別因為停機修整的機組外,剩下的全部都全速運轉發電 看起來,中共對核電廠的要求似乎是想解決嫌微之急 但有報導指出,北京在缺電的情況下發展核設施的作法 再次引發了外界對中國核電廠安全問題的擔憂 為什麼呢?因為中共早有前科在先 據CNN報導,今年6月 中廣核集團營運的廣東台山核電站突然出現燃料棒破損的情況 與中方一起合作的法國電力集團旗下的供應商還專門提出檢修建議 但中共卻拒絕停機檢查 法國核資方在情急下,竟然單方面私下向美國能源部求助 在6月8日向美國能源部提交了一份技術求援的報告中表示 台山核電廠有可能要發生對該工廠和公眾造成迫在微截的放射性威脅 法方也警告說,中共國家核安全局為了避免核電站被迫關閉 已提高了台山核電站外輻射監測的可接受限度 對於CNN的報導,中共外交部和台山核電廠都說在第一時間澄清說未見異常 但三天後,中共官方又改口說台山核電站的1號機組 確實發生燃料棒的破損故障,但仍然否認發生了輻射洩漏事故 對此,民眾和外界的心理直掛問號 因為中共國的誠實度我們都知道是混了水的 果不其然,7月30日晚,中國廣核集團又發布通報 說台山核電廠的1號機組在運行過程中出現少量燃料破損 需要停機檢收、查找燃料破損的原因 並根換破損的燃料棒 通報還稱反應堆安全可控 中共官方雖然極力否認出現任何洩漏的問題 但該次事故移運 還是引起公眾對中共投資的核電站安全方面的擔憂 據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在中國核能發展報告2021中表示 截至2020年12月,中國在建的核電機組就有17台 總裝機容量是1853萬千瓦 在建機組的裝機容量已經連續多年都保持全球第一 中共為何要大力發展核能呢? 美國天主教大學的機械工程系前系主任聶森 曾對海外中文媒體表示 核能對中共來說主要是為了政治服務 而不是為了百姓民生 中共在追求核能夢的過程中 一來可以大力發展核技術 二來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將核技術發展到海外 輸出海外影響力 在核能發展中 中國百姓的安危卻被中共放在最後考慮 就以今年6月被CNN披露的台山核電站舉例說 這個從2009年就開始建設的核電站 採用的歐洲壓水反應爐 是由法國法馬通公司在1990年設計的 該項技術也應用於芬蘭 奧爾基諾托3號機組和法國 費拉芒維爾的核電站建設當中 早在2015年4月 法國核安全局就對法國費拉芒維爾發出警告 告知核電廠的壓力容器可能會有翠裂問題 由法國生產商阿海發製造的台山核電廠的壓力容器 也存在同樣的安全隱患 新浪網還在2016年披露說 台山核電站的兩台機組都被國家核安全局通報 表示壓力容器不合格 當時有多家媒體都報導說 台山核電站的法國供應商已經明確表示 有400件組件的安全測試不當 但在兩年後的2018年 正當芬蘭和法國的EPR機組都因為安全問題 而停滯不前的時候 中國台山核電站卻開始了商業營運 聶森教授感慨地說 中共發展核電非常激進而且敢於冒險 他指出此時了解真相是至關重要的 中共營運的核電站營運狀況到底是怎樣 安全程度是怎樣 這個極須得到全球的關注 據了解中國大陸已經有62台核電機組 其中載運機組就已經達到49台 截至200年末 中共核電裝機容量已達到4989萬千瓦 全球排名第三 僅持於美國和法國 到2020年 中國核電的發電量已達到3662億千瓦時 全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讓人憂心的是 這些核電站基本都建設在經濟發達 而有人口囂密的沿海地區 核電站的選址、營運和管理等方面 都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 雙民提到的廣東台山核電站 號稱是世界上單機容量最大的核電站 但是它的安全性卻飽受外界質疑 台山核電站的安全小問題也雷見不鮮 從中共國家核安全局的事故紀錄中可以發現 檢察員在檢查台山核電站1號機組有故障的電壓表示 就意外導致電氣故障 由此觸發了自動關閉 今年4月 台山核電站1號機組 在廢氣處理系統操作期間 也發生了少量氣體短時釋放運行的事件 但是中共當局仍然強調說 機組狀態穩定、無其他異常 卻不告訴公眾到底具體都出了什麼問題 以及得出了什麼後果 台山核電站在今年6月發生的燃料棒損壞事故 相關訊息直到現在仍然不透明 雖然中共國家核安全局表示 台山核電站始終是嚴格監管 而且在安全方面有保障 但是日本核能專家諾良林教授說 中國的核電廠在施工現場 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存在著安全隱患 諾良林教授說他曾親眼看見 中國的核施工現場 在一個地上都是沙子的環境下 通過人海戰術來進行施工的 甚為原子爐工程博士 先導原子能研究所特任教授的諾良林直言 如果台山核電站也在同樣條件的工廠裡施工的話 那來自外部的異物 好像鐵絲銅絲和金屬粉末等 當然這些細小的異物 如果進入到爐心 就可能導致燃料棒的破損 中共在此極力地發展核能 卻不顧百姓的安危 這與台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早在2000年 台灣政府就在《環境基本法》的23條中明確規定 政府應定定計劃 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 並應加強核能安全的管制、輻射防護 放射性物料管理和環境輻射偵測 確保民眾的生活避免輻射危害 聶森教授認為 台灣當局的出發點是為了確保台灣民眾的生活 避免受到核輻射 而對中共來說 百姓的安危卻是排在優先級最後的 據悉 核電發電雖然效率高 但是對核廢料、核廢水的安全處理 和對環境的污染一直是人類還未解決的難題 中共運作核電站期間 在如何處理核廢水的問題上極少對外披露 仍然我們都知道 一旦核廢水處理不當 就會嚴重影響民眾的生命和安全 並產生生態危機 旅居德國的中國著名水利專家王維樂先生 就突然解釋了這個問題 2011年3月11日 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了嚴重的核洩漏事故 2020年 國際原子能機構發表 關於福島核電站廢水處理的報告 建議對福島核電站廢水無害化處理後排入大海 綠色和平組織在2020年10月也發表一個報告 提到福島放射性水危機的現實 報告裡說 有一些放射性物質可能會損害人類的DNA 今年4月13日 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 正式決定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廢水經過稀釋處理 兩年後再排入大海 據報道 經處理稀釋後的核廢水仍然含有放射性物質 主要是一種放射性物質 是村 王維樂說 村本來就是毒性比較少 是輕的一個同位素 在水裡 在自然界也存在 經過特殊處理是處理不到的 日本計劃在兩年後 每年核廢水排放的量是2.2乘10的13次方 貝克 貝克是一個放射性的含量 1994年 世界上所有核電站液態村的排放量是10的17次方 第二是它的濃度 經過處理後 廢水濃度裡的村的含量是1500倍克每升 而世界衛生組織飲用水標準裡是每升水10,000倍克 只是世界衛生組織定標準的七分之一 王維樂指出 中國民眾對中國核電站的核廢料和核廢水 有沒有造成核污染的具體內情幾乎一無所知 現在中國基本上都是沿著海岸線 從遼寧一直到廣東廣西 這49座核電站全部都是靠海的地方 廢水也排入大海 至於廢水排入大海之前有沒有經過安全處理 有沒有監測 受誰的監測 現在都不知道 它是按照國家核安全局級的指標排放的 大亞灣核電站是日本福島的連排放量的10倍 但大陸媒體也沒有報導 王維樂還說 在中國的飲用水標準裡 村指標沒有寫進去 只有兩個有關放射性物質的指標 這是很普通針對α類物質和β類物質的指標 而這個指標不是限制性的 不是說超過這個指標 這個水就不能喝 它沒有 而且也沒有任何法律作用 對比起中國 關係大亞灣核電站的核廢水排放量 就是日本福島的連排放量的10倍 還缺乏監督 而且49個核電站都建在海邊 可想而知中共每年要偷偷往大海裡排放多少核廢水 這個得造成多大的環境污染啊 廣東台山核電站燃料棒破損的事件 在前段時間搞得人心惶惶 這次事故也打擊了外界對中共營運核電設施的信心 業家人士都擔心中共對核設施的營運能力沒有辦法達標 中共在缺電的困境下 還在這裡繼續擴建核電站 希望每年要增加6至8部核電機組 雖然能夠增加發電能力 但是外界也擔心這個恐怕會增加更多的風險隱患 因為中共根本就不將中國民眾的安全放在首位 在不知不覺中 得盒中國人拉致世界造成多大的傷害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你的關注 我們下次見 總結束 世界大陸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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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前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